从小我们就必教育 红灯停 绿灯行 不论是行人还是汽车都应该遵守这个法则 特别是行人过马路更应该观察仔细 等行人绿灯时再通过 毕竟人家汽车是铁 你不是钢啊 发生车祸就如同鸡蛋碰石头 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还是有大部分行人从来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只要看到马路行车很少 便不会等红灯 可能闯红灯出车祸这种事从来没遇到过 所以大家也不以为然 但如果亲身体验后 估计以后过红绿灯都会等等了吧 外国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用假的虚拟碰撞牌发出的汽车急刹车声 来吓唬不看红绿灯的行人 然后瞬间拍下他们的表情 几乎每一个行人脸都被下绿了 估计他们吸取了这个教训 以后再也不会闯红灯了吧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者新� rode这种事 挑起来 some 警察 一起来 大家 这边 我也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